F-35首次实战嫌威。 倒霉的又是叙利亚,美国媒体积极点赞。 原创。 深度军备。 F-35作为美国亲力打造的一款5代隐身战机,自从问世之后就饱受争议。 这款战机因为仓促上马,各种验证并不完善,大量漏洞没有完美解决,导致事故不断。 因为不堪事故多发,美国军方暂停了这型战机使用,仅仅在盟友国家进行试验。 以色列作为美军最为重要的盟友,支持美军当然不含糊,在美军不再使用F-35的情况下,主动出动战机在叙利亚实施空袭行动。 据伊朗媒体报道,以色列在4月29日晚出动F-35隐形战机,突袭叙利亚三个伊朗军事基地,给伊朗带来了严重损失。 俄卫星网报道,以色列综合美军情报侦查网络,经过信息分析,确定了伊朗军队飞机行动规律并且进行了长达15天的跟踪,并最终确定了伊朗三个军事基地的地理坐标。 进过论证之后,以色列决定派出F-35隐形战机执行这次任务。 据悉以色列利用这款隐身战机巧妙躲过了叙利亚雷达网,并最终对三个基地实施了打击,造成大规模轰炸。 巨烈爆炸除了给伊朗军方造成较大损失之外,还给当地居民带来的极大伤害。 军事专家指出,以色列实战检验F-35隐形战机,帮助美国战机做了广告赢得了订单,获得了美军方赞誉,但是叙利亚人民又成了受苦的受害者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